這是企鵝 相信大家都看過企鵝 可能在動物園 可能在水族館 但是看過野生企鵝的人應該不多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看野生企鵝的地方 一次讓我印象深刻的經驗 這是澳洲 在澳洲南方有一個叫做塔斯瑪尼亞的島嶼 這次看企鵝的地方 就在島的北方 一個叫做Lohan的地方 為了這次看企鵝 找了一個附近的營地住一晚 可能是這裡比較偏僻 整個營區只有我們一帳 澳洲營區設備齊全也都非常的乾淨 周邊環境通常保持原始自然 重點還不貴 一碗大概台幣七八百 和台灣的入營經驗有很大的不同 有機會來澳洲非常推薦來體驗一下 這裡的企鵝 是全世界17種品種中最嬌小的一種 叫做神仙企鵝 也叫小蘭企鵝 比我們印象中的企鵝小很多 也可愛很多 每天傍晚企鵝會從海裡回家 我們就可以等在他回家的路線旁觀察了 這個活動是需要費用的 一個人大概台幣八百左右 在澳洲有些地方看企鵝是不用錢的 但通常人會很多 會看不太清楚 當然印象就不會太特別 時間一到導遊會把你帶到等會企鵝上岸的地方 企鵝上岸了 導遊為了我們觀察方便 會用紅光照明 千萬別用一般手電筒 或開閃光燈 會打擾到企鵝 這裡的風非常大 氣溫也很低 來的時候別忘了多穿一點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野生企鵝 心中有一種感動 真的很可愛 也很療癒 這麼小江子 也很諱民 很細心 門廿 拿哪 模式 太動蠅 就是 常 Gover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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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